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 交通局长张哲阳 市议员许淑华 西区景秦里长赖慧珍等贵宾 共同上香祈福 祈求新一414号房灾公园 副设地下停车场 工程开工顺利 作为房灾公园 同时附建两层城楼的停车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最重要的是周边的道路要 优先优先把它完成 108年启用的时候 整条系统全部流动 位于信安街与无心街汇集的基地 前身为陆军保养厂 经过在地里长居民的要求 市府向中央征求办理都市计划变更 释放出绿带面积2.63公里 上方将会变身成防灾公园 下方则规划成为停车场 所以我们希望就整个区域 来做一个整理 包括先从停车位的提供开始 然后透过停车路外化 接着下一步就可以把这个 整个地区的交通动脉 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行功能 事实上有很多的政策是需要沟通的 因为我们台北市民大家 对不对私人工商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学交通的 念交通的 但是我们care的不是说 你的公宅的负数多与少 而是交通的一个改善 它是首当其中一个进步的城市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因为之前地方居民与市府 在用地上的想法不一致 一度引发争执 林副市长也趁此机会 向里长赖会争致歉 希望地方能看见市府的诚意 同时也拟定周边交通改善计划 预计108年11月完工 将渴望提供居民崭新的生活空间 开播大透白书业新闻草的话 采访报道